虚拟经济过多是个表面现象 为什么虚拟经济过多 它就是试图推迟生产过剩危机的到来 因为你看29年大萧条 那时候很少有老百姓的消费的信贷 那时候买房子就拿现金 现在有房贷 贷款买汽车 这都使得老百姓的手里的钱不要存钱 所以它把消费的潜力搞到极致了 所以虚拟的经济 这里边看你的虚拟经济定义是什么 股市 股市就是赌博 那赌博不跟真经济两把事 但是你看房地产投资 城市建设 基础设施建设 这些不是虚拟经济 虽然它是受这些 比如说信贷扶持的 你看信贷好多虚拟 这些信贷爆雷了 但是这里边根本原因就是好多地方 它是指望通过投资 拉动经济 但是投资投进去了 但是工资没涨 所以你投资最后产出来那些 房地产卖不出去了 那就资金链就断了 就说生产过剩的危机 它有的时候表现在金融上 它本质是产能过剩 就大量的这些房地产 它卖不出去 为什么卖不出去呢 因为老百姓的工资 总额买不下来这些房地产 所以这是一个资本主义社会的 最根本性的矛盾 他说这个人说 但是剩余价值去虚拟经济 而不是扩大生产 是不是变成拖延的经济 其实虚拟经济的概念到底什么 你要弄清楚了 对吧 这里边咱们要区分造蛋糕和分蛋糕 虚拟经济是在分蛋糕上玩游戏 分蛋糕看起来非常眼花亮亮 就是什么样都有 大量好些人赚了好多钱 但是这里边呢 蛋糕必须造出来 才能有分蛋糕的游戏 所以它这个分蛋糕的游戏呢 它可以你比如说 就是说本来你看 这个投资搞地铁也好 投资搞房地产也好 或者投资搞新的这个产业 做芯片呀 或者做武器呀什么 就大量的投资 这些投资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全部社会里边的这个资源 去生产一些东西 你要不投资了 这些资源没法用起来 工人就没有工作 对吧 工厂生产出的东西 没有地方去卖 所以钢铁厂的钢铁卖不出去 汽车的这个厂的汽车卖不出去 所以怎么办呢 投资去建这个铁工机嘛 铁路 公路 机场 或者建其他的技术设施 所以这一投资呢 就使得这些生产继续 这个运转起来 但是你投资生产的东西最后 最终还是必须变成消费品 你钢铁厂 虽然工人不会吃钢铁 对吧 你汽车 工人可以买消费 但是你这个钢铁厂 汽车厂 你像三一重工 各种机械 各种工程机械 它最后必须变成消费品 最终生产资料的生产 还是为消费品生产服务的 这马克思讲的 第一类第二类嘛 就生产资料的生产 它是服务于生活资料的生产的 所以你可以用虚拟经济 使得看人家觉得 好像我可以投资 去搞这个搞那个 它是一种赌博 所以它可以缓解 因为你没有这虚拟经济了 那我马上面临着 整个停滞了 对吧 大量人失业 工人没了 工厂关闭了 那么虚拟经济呢 使他们苟然喘喘 还能继续 呃 运软起来啊 所以它推迟 生产过程到来 同时也使得 生产过程的 规模 啊 更大 啊 这里边就是它 它越推迟 积累的越多呀 就像一个 一个 一个河流 你可以 堵上坝 啊 你堵上坝 它越来越高 你堵上更高的坝 所以你 你坝越越高 就是里边积的水越来越多 但是 这河流 你要是不放 这河流的 就 湖越来越高 对吧 所以你想 这个 这个放水就像 给工人消费 对吧 你 你有坝 然后你 你积累了 很多水 但是你不放 是不行的 你不放 那 终于一天 这个坝 是会被掩埋 被推倒的 对 所以说 表面上是金融在空转 其实它 还是在不断的扩大生产 因为它这些 好多 这种风投啊 各种东西 它 最后还是要投到 生产上去的 不管是 呃 基础建设呢 还是这些 高科技投资啊 呃 它都是一种 呃 赌博嘛 啊 呃 但是 这些东西呢 呃 在投资上 看起来很繁荣 大家都起来 就会投资 成成效不成效 是两把事啊 所以这里边 就一个资本 就需要走出去啊 走出去啊 到国外去啊 寻找市场 寻找资源 那么这里 必然要和 现有的帝国啊 呃 呃 形成冲突 呃 呃 呃